你好,欢迎收看4月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花莲省政府为了便利民众扫墓技组 4月3号到4月4号清明节期间 分别是在各个公墓还有13厢镇市的护镇事务所等全县 总共有43个据点来设置的服务台 提供鲜花、矿泉水、还有干洗手消毒液以及防蚊液给民众来使用 清明节连续假期,许多民众都返乡共同前往小墓 作业师祖先,为了便利民众扫墓技组 欢迎的国民证处在4月3号、4月4号两天 在各个公墓、13厢镇市护镇事务所等 共有43个据点设置服务台 提供鲜花及矿泉水 并备有干洗手消毒液以及防蚊液供乡亲使用 行动施政、人民有感 在清明年假时间非常多的乡亲返乡 县长徐真卫特别的关心各项清明扫墓变民的措施 花林县政府民政处全员停止休假 从南到北在总共43处的公墓以及纳古塔 来服务各位乡亲 提供了鲜花、矿泉水、手套以及毛巾等等 让各位民众能够领取 希望大家在清明扫墓祭土的时刻 也能够变民、人民有感 前行的服务也受到民众的肯定 许多人踊跃前往服务台领取矿泉水和鲜花 现在许多人也提醒乡亲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虽然有趋缓 但若有发现或是呼吸道症状的情况 还是要戴上口罩 以维护自己与他人的健康 欢迎政府亲民扫墓避免服务措施 鲜花及服务用品数量有限 发往为止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记得就欢迎黄视频道 请大家视频道